今天是1月30号 春节号的第一个节奥一日 指数出现一个高开低走 估计很多人没有迎来开门红 指数最终是红盘的 但是今天估计很多人是亏钱的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高开低走到底是不是出货 今天的量能放得很大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 今天有一个特别现象就是 权重都在砸盘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可是在这里又有人感到疑问 北上资金又超流入了200亿 那到底该怎么去什么 应对这个市场 如果理论当心盘面看不懂的 把握不住的仔细听 其实高开是意料之中的 但是高开低走 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可以理解 在说末重点跟大家说过这个事 对吧 以后大家看今天收盘 上涨的是1400多家 跌的是600多家 这么一看就知道了 今天涨的多跌的少 但是砸盘是谁 权重砸盘 那我们来看成交量 今天是一个巨量成交 以后高开低走的一个阴霸 杀跌到底是不是出货 这个大家要注意 明天很关键 明天如果说强势出进反暴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确立 这是洗盘 下一个目标 3424 这个是没毛病的 这是一定注意的 明天出进反暴的话 目标就是344的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说明天很关键 要注意 其实我相信 尤其是在前面 这个第一位进场的朋友们 他利润很厚的 这个调整 倒是没必要纠结 对吧 起码他还是在 五日军价线之上 并没有跌穿五日军价线 还是一个强势周期 所以大家 手中利润店别厚的 仍然可以躺 但是手中没票的 今天追高的 明天很关键 朋友们 明天如果冲高 给你解套的机会 一定要看量 量能跟不上去 那么你先落袋 你先跑出来 否则的话 这就是反弹的一个阶段性顶部 我说阶段性顶部 并不是说是大顶 只不说是这一轮反弹 结束后的一个顶部 那么调整后 仍然有机会上 来看一下板块的情况 今天收盘 成非概率涨了9.67%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变个重组 不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就套 那除了这个方向 其他一些板块 大家看 多数都是属于什么 涨幅在三个点到四个点的 其实你仔细看 都跟什么有关 都跟汽车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就是电子身份证 国防军工 下面的虚理数字人 只能感觉这个市场是一个全线爆发 很火爆的市场 没有明显特别的主线 看一下后排 跌的比较多的 机场行业 经济旅游 才跌了两个 一个多点 两个点都不到 其他的都跌幅不大 从这里 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市场属于一个什么 强势周期 今天之所以下跌 是因为高位的权重 带起来的一个什么杀跌 不说别的 大金融里面 正确银行 大家看 券商直接高开低折 对整个指数影响非常是大 还记得我在放假期间 大家说过 券商这个位置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这里 对不对 他守住无限 守住无限 继续躺 守不住 落袋为安 其实从早盘这个斜着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高开后 如果他是要反包的话 他就必然要突破前面这个高点 但是他没有突 直接下来了 那么大家就应该选择落袋 对不对 好 那从整个的节奏看 他跌穿无限后 有继续向下 调整的需求 好 大家看 除了这个券商 银行今天也是收率盘 直接高开低折 看这里 还记得我在周末 尤其是前两天跟他讲 银行证券 这轮都属大金融 他们前期反弹 这一轮的力度 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很多票 转了二十三十个点 告诉大家 怎么办 要注意 要小心 不要轻易的去顶 尤其是盘中 大高开 急拉 不要去追 如果你听懂了这个节奏 你就应该知道 今天盘中 开盘的时候 大高开 你就应该 谨慎 追高 对不对 所以正因为他们的一个杀跌 导致了整个 A股的一个高开低走 但是 其他的一些板块表现还是不错的 这里是有资金在有益的控制节奏 所以市场并没有出现恐慌 虽然说今天出现一个英镑上跌 但是 大跌的板块不多 大跌票也不多 并没有出现恐慌出逃 那我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这一轮的反弹 还没结束 大概率会是什么 这里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 当然明天很关键 明天要强死 反暴 查好 如果明天 冲高回落 那样能跟不上去 再次往下杀的话 那么这一轮的反弹 阶段性顶部 正式确定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强势的板块 说白了 汽车这一块比较强势 我们看一下涨停板 新能源车 26个票涨停 还有就是国企改革 20个票涨停 这个我说了很多次 国企改革输了一两个月了 告诉大家是主线 那么新能源车 这里今天出现了一个 大幅度的上涨 或者说26个票涨停 那么这个位置怎么办 这里的话 记得我在周末跟大家讲过 量 有量 他才会继续反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看 这个量能跟这个量能 其实他今天是放出量 这个量跟前面这个量 基本上持平 那么我就可以确立 这一轮反弹 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他如果能够守住无线 你就不要轻易的下车了 就说你在低位进场的 你的票在无线之上 你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躺 但是他偏你的无线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的 好 从整个新能源车的盘面来看 今天量能放出了以后 他就有一个机会 再次挑前面的高位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要盯紧核心 人气票的一个表现 人气票的一个走势 我在中午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过 一定要有量 大家看 他量放出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高看一线 没量 那大概率就是一个高开低走了 对不对 以后这一轮反弹就结束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除了汽车这个方向 还有谁 国际改革 这个就不用说了 说了很多事 说的很清楚 今天有一个方向 突然起来了 所以人工智能 那么人工智能 能不能继续上涨 其实我们从技术方面来说 大家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里 前期的一个压力位 但是今天放量的 所以这个是有效突破 那么有效突破 大家就注意了 你的票 如果是在五五军加仙式上 属于强失周期 好 能够守住这个位置 继续躺 继续看多 不要轻易的下车 继续吃肉和汤 一旦这个位置破位了 那么你可以选择落大为安 如果能守住 继续上涨的概率会非常之高 而且我们告诉大家 人工智能 前面这一轮调整 非常之充分 时间 跨度也是非常充分 所以他有机会再走一轮反弹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和重视的 这是今天表现比较强势的 或者说涨钱票比较多的几个板块 对吧 当然 大家 关注度比较高的数字经济 这个我一直强调 一直跟大家说过的是 对吧 教大家要什么 重视跟踪的一个方向 今天也出现了放量 数字经济放量上涨 这里我们可以确立它 突破行情 什么意思 看没有 这个位置 突破行情 所以手中有票的 你的票在强势周期的 同样的继续看多 继续躺 记住 这里还是一个原则 原划 五日线 只要能够守住无限 你就继续看多 继续躺 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害怕 守不住了 那么你可以选择 是吧 落袋为安 整个来看 数字经济 后期空间已经打开 还有 数字经济 今天也出现多字票涨停 多字票连续走涨停 所以接下来市场的赚钱旋律 激活了 那会有更多的资金 更多的 那个人 关注这个方向 空间 潜力 还是非常之大的 这是大家 需要 注意和重视的 综合整个市场的节奏来看 今天这个盘面非常之强 所以大家 不要可能他高开低走的 就怕了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今天的上 这个北上资金 还在流入 流入超两百亿 那这个周期还是没变 反弹的周期还是没变 所以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 是节奏的变化 就是说高位票 高低切换的一个动作 这里 大家看 钟志投今天也出现了一个 什么 高开低走的走势 但整体来看 他还是红盘的 所以明天也存在反爆的预期 朋友们 也要注意 钟志投 不要看今天一跌了 你就怕了 那我们来看 钟志投今天是分化行情 多支票出现大涨 上涨 但是后排的有多支票 又出现一个下跌 大跌 对吧 像中国电影 中国中勉 中国联通 中国国贸等这些 跌幅局前 整个盘面来看 钟志投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 但我觉得这是好事 分化后 那人会什么 会有机会来抄底 后期的话 还是会有机会进攻 但我们看前盘的话 钟志投今天 前盘大涨的主要跟什么 跟变购重组有关 跟数字经济有关 跟国企改革有关 我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前面多次讲过的 钟志投叠加 数字经济 钟志投叠加国企改革 这才是接下来市场的一个什么重心焦点 当然 从整个钟志投走势来看 现在这个位置还没到什么出货的位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个股的情况 跌停的票 没有 大跌的一票 只有这么几个 是吧 高线全面跌在九个多点 金银影视跌在八个多点 其他跌幅都不大 再看前排 前排的话 今天可以说非常之不错了 涨停的票大家看一下 有100来自上下 对吧 所以说整个盘面涨幅不是很大 但是个股赚钱性能还是非常好 出现了一个批量涨停 其实从今天这个板块涨停板的情况 你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市场的这些主线 持续性还是不错的 国企改革 包括新能源 现在也表现的强势一点了 还有就是前面跟大家多次讲过的数字经济 这些大家才是重心 有调整就是机会 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怕 当然你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法庞高位 就是说法庞高位的话 偏离这个均价 一般以无均价为标准 偏离无均价 那么大家操作起来 尤其是追高这一块 需要谨慎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